2018 新聞事件主角 萊威嚕 2018 新聞事件主角 萊威嚕 林凱婷 瑞爾 什麼夜店裡面 事情的當天 那個時候我已經是 隨時要生的狀態了 但是好High喔 不是 我討論 是在樓梯間 有在樓梯間被打的經驗嗎 大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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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剎的那個點是名學主 老公名學主 這件事情之後 老公會被改作真是不一定的 但是萊威經營應該要玩 什麼 什麼 你自己選的 你自己選的 落選那一天 給我一個What app 不要落井下石吧 選完之後有人就是問憲哥 萬一我們要不要把他牽來演藝界 憲哥就說 我們公司人太多了 可以把他牽一看 太不給面子了吧你 這叫落井下石啊 跟官長開始是有誤會的 接下來的過程中 他們就放了一個消息 就說 李婉玉他們就不接受 因為他們的負面新聞太多 我就罵他們 婉玉一定要注意雙魚蛋 陳之汗都是雙魚座人 你看 人生最近管他 都沒有遇到他出現 歡迎收看 大跟班 又看到我們的圍爐了 對 因為通常圍爐就是 我們這個歲末年中 要跟大家好好的聚一聚聊一聊 這個圍爐單元奇怪 也就是製作單位 就買了火鍋 然後弄了一些菜 然後收視率就標高 謝謝大家的照顧 原因是什麼我就搞不太清楚 原因就是大家總是會想知道 奇怪 過去這一年發生這麼多事情 這些苦主們是不是真的可以解釋一下 妳說剛剛我們是 對 這麼說 等一下來圍爐的都是韓式囉 就 可以 他們是 對 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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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兩位是先來的 對… 這是太邦幫主 歡迎你 志偉哥 嗨… 知識上媒體人 是的 我們這個要融入這個大社會 的一個說法嘛 這個就BIT DATA 對不對 對 大數據 今年事情算多的嗎 2018 今年算超多的 超多 好的壞的都有 好壞都有 感覺好像大家都很疲憊 有些跟憲哥也有關係 真的假的 跟憲哥有關係 可以不用提 真的 對 不重要 是吧… 還有更大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對不對 對 然後今天還要歡迎的是 安格斯 是不是因為今天吃火鍋 所以找火鍋料來對不對 什麼意思 安格斯牛肉 今天都是我在上面 這個都是我們架槓的 台南牛肉 是 有沒有看到 牛種 土生土長對不對 對… 憲哥剛剛講到2019年是更多 是更多 2018整體還多一點 2019會更多 我就拭目以待 我們就以中國年來講 狗年 人追錢那類的像條狗 2019正式進入農曆的一個豬年 那就不一樣 豬年怎麼樣呢 錢追人 養得肥茲茲 大家都能夠賺到大錢 但心裡面 趁他們還沒出來 我趕快教你們 好不好 只要做到兩個字 好 你削爆了 哪兩個字… 哪兩個 真的不能讓太多人知道 什麼啦 就是上面交代的 利他… 利益他人 利益眾生 你就能夠大發力士 可以… 這個我也贊同耶 這個太棒了 好難得我贊同你耶 真的嗎 對…真的 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就可以也幫助到自己 解決別人的困難 也找到自己問題的答案 所以今天2 4 5 有五個空位 找不到答案 我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來 好不好 一起來歡迎第一位出場 新聞世界主角 林凱婷 來… 謝謝 坐… 來…請坐 我們第一位就中泡 好久不見 第一位就中大的耶 對啊 天啊 出來是妳 我嚇一跳耶 對啊 以為會是 對啊 妳這以為我應該不會想來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好 來 第二位已經來了 歡迎出場 婉玉見 婉玉 婉玉 我的天啊 她怎麼真的來了耶 更大條耶 婉姿嗎 是… 好 第三位出場 歡迎…是誰呢 大關 別人啊 大根啊 歡迎… 大根 為什麼要來 妳這個是形狀大條 沒有… 世界…大條 大根也太空 太空 對… 對… 本來還滿開心的 好緊張喔 好 回到下一位進場 是誰呢 秀琴姐 好的 秀琴 妳今天來了 這就對了 我告訴妳 我最希望看到 在這一桌送暖桌的人就是妳 真的 為什麼 各位親愛的父親口 因為她並沒有把她那個事情 明確的講清楚 然後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通通三間其口 而且還有牽扯到其他圈內的狀況 對…所以等一下可以來聊一下 這個事好不好 好… 來 最後一位 一起歡迎她出場 誰啊… 誰… 好 東京 好 真的 都是大條的 憲哥 怎麼會這樣 妳知道她的事嗎 妳知道她的事嗎 我不知道 妳知道 而且可能之前在忙選舉 沒有看到新聞 沒有 她已經一個月 對 今天特別為了這一桌 對 因為她一個月都沒有吃飯 對… 然後瘦成這個樣子 為了要送暖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大家醞釀一下 先感受一下 我們自己座旁邊也會怕耶 憲哥這一桌飯機會有點難受 這感覺好像是鴻門宴 很難夾菜耶 鴻門宴耶 好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先把我晚班正 好…來… 正常吃飯順序 待會兒準備就可以吃了 我們這個是真心真意的 來 我們請大家吃這個 好 補香 補充一下香 這樣就可以吃了對不對 吃血過多的可以補一下血 可能是彼此互相依味取暖 是 說不定聽一聽 會覺得自己的事情也沒那麼糟 第一 當中有參與的 1 2 3 五個我都有參與啊 怎麼可能 事情我都有參與 蔡迪 我的嗎 大家來關心妳一下 對 糟糕怎麼一開始那個 瑪莉要妳的 Merrywanna 對啊 2018年 大麻事件 有 那時候憲哥有教我怎麼 應該要怎麼處理 應對 對 那時候我好像我記得 我有問他說應該 誠實是為上策 對 誠實 然後應不應該要出來開那個 記者會 記者會道歉 可是憲哥是叫我不要 這樣新聞記者會擷取各種話 然後去寫 我乾脆寫一篇或是錄一個 道歉的 統一 完整的放上去這樣 對 因為妳沒有必要去 特別要證明我怎麼樣或怎麼樣 這個不重要 是不是這個 對 藝能界裡面這種情報很多嘛 對 做錯事情就是道歉 也就好了 因為沒有幾個人能夠跟你一樣 憲哥 對啊 因為出來開情人會 能夠讓大家看到瞠目結舌的 只有憲哥 是我 對 你的危機處理 你的危機處理只好 已經足以成為演藝圈 所有藝人的表算 但是那是陸西派幹的嗎 對 他那個小… 還叫我要加S 他氣到快把湯匙也吃下去了 可是從此之後 我們真的是全民文法都對了 真的喔 對 大家都知道要加S 順便問你一件事 比如說他那個 他那個以前有沒有 不是有開那個空派 然後有那個狗仔隊拍進去那個陪 他進入民宅嘛 那個…是 等於狗仔是敗術嘛 敗術 好幾百萬 對…300還是350 那太久了 真的 300 350 如果換算成現在可能我就過千了 如果狗仔是進入到裡面去拍呢 那更不得了 更不得了對不對 更不得了 對 現在就發生意見 狗仔進入他家去拍他 真的假的 狗仔是跟我的車 對 然後一路跟到我家門口 我想說那就算了 沒關係 因為大家都要混口飯吃嘛 對 結果沒想到他直接直衝 我們家地下室 還不是一層樓而已喔 B 4都下去了 那妳這樣子500起跳了 真的假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志偉哥這邊 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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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金還給你買車 捐出來 他…第一個 他侵入民宅嘛 這已經是一個罪了 而且他拍的照還把他蹬出來 對啊 然後他還拍大家的車牌 拿下來 他已經賣服了 去年最大條 好 謝謝你們來 沒事 來… 這還好 這個真的好 你們的最大條 我們的都不太好了 比較大 真的 他們的比較大條 那之後 竟然那個瑞兒 我跟他講了好幾次嘛 怎麼…夜店裡面 因為一定是喝了酒 然後這個酒後難免 不是 我剛剛講酒後 酒後一轉過來 酒後的心聲 酒後 酒後的心聲 對 酒王跟酒後嘛 啟品酒後 讓我們聊一下這個酒後 喝完酒之後 喝酒的狀態 喝酒以後怎麼發生那個事情 我也很驚訝 其實我知道的當下 對啊 而且妳那個時候在懷孕 對 其實我知道 新聞報出來是 我知道事情的時候的一個月後了 是 妳早就知道 沒有 就是對 事情的當天我就知道 因為就已經有警察找他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已經是 對 所以 所以 就是怎麼講 所以那時候我當下是反而很理智 他也是很誠實 因為也瞞不住了嘛 就老實告訴我 然後他也跟我誠實說 他確實就是夜店嘛 然後跟別人就是有 可是他的意思是說就是你情我願 他並沒有強迫他做任何事 所以這方面就是跟新聞出來 會有點出路 可是最後結果也不是 因為他這樣講就可以給他一個清白 是…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多解釋什麼 我就只能 但是好High喔 是在那種 不要討論… 是在樓梯間耶 你不要管人家 妳有這樣的經驗嗎 大根 大根 有在樓梯間被打的經驗嗎 大廳有 到樓梯間被打的經驗嗎 空間不夠啦 空間不夠大 對… 彩題很勇敢 我印象很深刻嘛 因為我是跟在廣東錄影的時候 跟曹大哥一起玩很大 我們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特別跟妳在那裡 通那個… 視訊 那個WhatsApp 對 然後告訴他 妳應該怎麼樣… 面對這個事情 可以解決這個事情嘛 對不對 藝能界的公道博啦 真的 對啊 妳也可以開一個 因為妳處理得對妳處理得很好 出書 這個要危機夠多的人 沒有…妳現在也是我們藝能界的人 我不是 妳今天我就是要請妳進來藝能界 不是 因為妳發生的故事 太適合藝能界 太多事了 妳已經不太適合政界 而且重振妳那麼辛苦 妳… 我跟你講 我今天是為她叫取的 服務最好 結果高票落選 等一下再聊… 好 那面對未來該怎麼辦 蔡迪 這一段時間其實我看起來 跟她是還滿正常的 因為其實我只有在事發那一天 就是她跟我講的那一天 有就是大哭 崩潰大哭 然後那一天之後 我就超正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有小朋友的關係 為母則強了啦 對 個性就有點變了 所以這一陣子 因為要一起照顧小朋友 所以我們的關係還算是滿… 就滿正常的啦 女人的任性永遠都是最高的 真的 最高啊 偉盪 能忍 能回家就好 娶到這種老婆就對了 可是標準太低了吧 瑋莉姐 你奪往回來 這樣嗎 原來是他要回去教話 為民服務 安哥這個要去喔 那個湯好了沒 好多喔 可以煮… 我們現在已經沒心情吃了 看一個大家看不懂的 但是我用形狀來講 這個是采提的那個盤 一般啊 方方正正的形 方方正正的形它代表就是 這個… 什麼台盤 不是台盤 不理家庭唯一歸 對 但是你看這邊開叉 對 有看到 有… 開叉的那個點是哪裡 天蠍座 天蠍座的位置 所以采提的缺口這一身 你可以說是為感情來還債的 為感情來還債的 所以冥王心立立絲 他是一個人的這個業障所在 他通常代表前世你欠了誰在 今世他來跟你討 老公 天蠍座的 四號 四號 天蠍座 對 天蠍座 所以這位置你如果不還他 那一切不會順 還了之後反而一切就好 那要什麼時候才會還完 因為有三顆遠行星 還有三次 還有四會發生 但是 但是這一件事情之後 老公會不會改 這真是不一定 從盤上看 還是有可能會有小事件發生 還是不一定 小事件 小事件還是小事件呢 小事件 因為一些小事件 還會有小事件發生 但采提今年的工作方向 其實2019可以修正一下 就是從他心盤上看 你應該要往那個 身體賺錢 妳再用 妳再一句話 妳自己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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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念無好念 餵無好餵 叫人家用身體賺錢 剛剛好 補充線招控落井下石 離婉宇南逃雙語結束落選那一天 給我一個WhatsApp 不要落井下石吧 說完之後有人就是問憲哥 婉宇你們要不要把他牽來演藝界 憲哥就說 我們公司可能太多的女爸牽他 你太不給面子了吧你 上去叫落井下石啊 館長開始是有誤會的 接下來的過程中 他們就放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 李婉宇他們就不接受 因為他的負面新聞太多 我就罵他們 婉宇如廷要注意雙魚男人 陳之愛都是雙魚座 你看 原來人生就是管他 都沒遇到這個底下的 跟采提今年的工作方向 其實2019可以修正一下 就是從他心盤上看 你應該要往那個 身體賺錢 你這…你這句話 好刺激 你這句話 好刺激 好刺激 吳好燕慧 吳好慧 叫人家用身體賺錢 但是這個身體所有是健身 所有是你的瘦身 健身 往柴方向 然後另外就是利用小孩這件事 因為小孩進你的財博宮 它也代表任何親子相關的話題 都能導正你的形象 了解 那所以 對 像年底有在 去年年底有靠直播賺一坨錢嗎 對… 但是那還是用老肚子 在新年的時候要修正一下 用小孩 用自己健身 瘦身的方式 就健康的 對 也健康 也陽光 感覺又開了另外一道窗 可以耶 是不是這樣 別想太多 藝能界互相有溫暖的 是的… 再來是政治界 馬上轉入藝能界的 沒有 李婉玉來了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是完完全全 沒料到能夠落選的一個人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的負面新聞 因為其實如果說 我不認識李婉玉本人的話 我光看這一些片面的新聞 我也會覺得這女人是不是瘋了 這樣子 親親啊 親親 這是什麼 每逢佳節 貝思琴 月到中秋分外圓 還有嗎 每到中秋 我們就想到妳在烤肉的畫面 什麼躲得下去 我就跟妳講了嘛 對不對 可是你看 她那麼熱情 人家在路邊烤肉 她一看 烤肉我來啊 我… 我不是說因為我在夜店 我Party我什麼 我是因為我就是抓緊 每一個時刻可以跟所謂的選民 大家可以互動 所以我就是能怎麼跑行程 就怎麼跑行程 那個時候已經喝得稀巴爛醉了 我跑成這樣子 然後變成 把自己搞成這麼爛的形象 還不如那個平常都不要出來 也不做選服 然後選舉到了出來 請請客 傻傻 錢這樣的人 所以我會對自己一直以來的 人生的態度 然後交朋友啊 或者有沒有 就是像那種該幫忙的時候 怎麼求都不來的 然後對不對 平常說是好朋友這樣 我退…平常交朋友的這個 自己一路以來的價值觀 跟方式做很大的一個疑惑 什麼 什麼意思 蛋糕了 什麼意思啊 臉不見回憑 這什麼意思 這個還是看得到你啊 沒… 到了選舉 就是每個人都把我們當嫌惡設施 有沒有 嫌惡設施是什麼 今天是我們要送碗給妳 妳是要來挑戰我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對啊 妳為什麼不來 我跟婉玉之間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心結 她落選那一天 她竟然給我一個WhatsApp 她說 妳也不要落井下石吧 我這一生我告訴妳 我沒有幹過一次落井下石的事 因為就是沒有選完之後 我不曉得為什麼哪裡冒出來 沈玉玲我也不認識她 就好像有人去問她說 婉玉是不是 你們要不要把她牽來當 什麼走進演藝界什麼 然後也沒有問過我任何意見 然後就問了她 她就說她很適合什麼的 然後有人就是問憲哥 憲哥就說 太不給面子了妳 這樣就叫落井下石啊 我們公司上人太多 你好歹也說我張開雙臂 歡迎 只是她不想 就是她那麼的有智慧 應該不要參加這個工作 應該她要去參入那個 參加這個走入學界之類的 你怎麼可以說你人太多 沒辦法容納下我呢 也是啦 什麼 哈囉…我的 我們他們的辦公室 有300坪之大 已經坐不下人了 現在要另外再找一個 我可以坐你那一家 不行啦…她都沒有位子了 我真的沒位子 她都沒有去公廈 然後主要是 怎麼可以這樣呢 沒有 我講的是真心話 好像到處都沒人要我那樣的 要… 有… 妳看 這樣叫做落井下 沒有 憲哥說我跟志偉對開眼 我們對婉鈺都沒有建議 沒有建議 沒有建議啦 不是嗎 不過那個時候已經是很傷心的時候 想要鼓勵她 加油 這什麼奇怪的建議 什麼好爛的建議 一定可以啦 妳愛喔 然後那個侃侃而彈 那個過過別人的角度又出來了 不是嗎 我覺得很傷心 是不是在節目裡面前面 真心換絕情 妳來的時候 點哥幹嘛 點哥的歌唱歌 妳來的時候 我還特別跟你講 妳現在 妳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陽剛陰柔 妳那一咄咄逼人 那個鈴角收起來 妳就當選了 妳在畫面上裡面 我也不知道會這樣 對不起 然後啪 然後眼淚 左邊先下來一滴 右邊下來一滴 全台灣最高票當選了 名義代表裡面 妳是最漂亮的嘛 真的… 看得又最舒服嘛 妳何必這樣 不然妳是要怎麼樣 沒有這樣 他就什麼 反正一切就是自己努力不夠 我做人失敗啦 沒有… 不要這樣講 太低了 我的結論就是 我就覺得我做人失敗 所以我不想出門 妳形象失敗 我想給婉玉一個建議 你看 我們就瞄一眼就好 瞄一眼就好 她是兩個T型 就是這個星盤是最複雜的 複雜 人生十二個星座 我們一般每一個人的星盤 複雜是感情生活還是什麼 不是 感情很複雜 另一個方面 不是 我們一般在座每個人星盤 大概最多佔到一個 十二個星座之中的五個 懷孕十二個星座 她佔十個 就是她身上具備十個星座 我牡羊座 然後月亮處女座 上身雙子 獨缺了雙魚跟獅子 你看我就知道 沒有獅子 那個安同學 我跟你講 命盤就不用再給我們看了 因為我們都看不懂 所以我要找這兩個星座 要徵服他們是這樣的意思嗎 比如說獅子座 你問Sandy嘛 獅子座給人的個性印象是什麼 衝 直接 暴躁 所以每當你犯了獅子特色的時候 你就出事 然後另外一個是雙魚嘛 雙魚的給人特色是什麼 感情 浪漫 對 很容易陷入自己的世界裡 當你一浪漫的時候 陷入感情的時候你就出事 想太多 因為過去最精采的一個部分 不是這些喝醉酒說了 而是感情線 感情線一樣用暴躯好了 回頭請 哈嘔 不開題啦 憲哥… 憲哥 你已經知道 婉玉姐的過程 所有男人全是雙魚跟獅子 沒有一個例外 真的 然後你看 所以你說一張牌有時候 就寫在那兒 出聲就告訴你 沒有想到他 你的人生就走了這個過程之中 破米頭 所以我要 我要在這兩種人上成功 我才能夠終結這個二魚 其實雙魚男是不適合你 獅子跟牡羊是對衝 需要年紀與經驗的摩擦 才能在一起 所以獅子男人就會是你的好選擇 找一個成熟獅子男 如果你不在去年 就是2018年 摔一個狠狠的膠 你就會繼續漂泊 這是一個非常漂泊的牌 漂流木 可是當一摔之後 網魚可能會第一次開始照鏡子 看自己就是奇怪 我這樣走有問題嗎 我這樣漂有問題嗎 於是因此在2019年 網魚可能會是一個 就在今年 會是終於感情找到歸宿 定下來的印象 所以是好說 太棒了 那也代表你今年會遇到 可能自己真的… 事業咧 當你摔了膠之後 在心盤上他告訴你在工作上 順著現在給你的路走 也許你會走出一個意外的想法 就意外的一片天 這個基本上你現在走到了 在你摔膠之後 立刻又銜接上 它其實是一個暗示 我覺得你應該試試看 然後一定要注意獅子雙魚男人 你看 原來人生就是管他 都沒有你要提這個獅子 有那個小小 館長… 館長也是 對 館長是雙魚男人 懂 太奇怪了 也是啊 都是雙魚男人 3月12 你怎麼老是遇到這麼多雙魚座 我知道啊 雙魚跟牡羊本來就不合是不是 雙…不是 是他的心盤上缺雙魚跟獅子 最好是他心格中很想要的一塊 生命中他熱愛海陸大餐 會起很多吃的 沒有 像一樣魚 對… 那跟館長那是有誤會是不是 不是 他這個很奇怪 因為很清楚了就是說 我們本來在 就是因為我的幕僚 大家希望我多去上就是 談話性節目 讓人家知道說其實婉玉 就是他滿能講 他的思維是還不錯 可是我們就是到處在跟一些 直播主來接洽的過程中 然後他們就放了一個消息給蘋果 然後就說 因為他訪問了韓國瑜之後很紅 大家都想去上 可是李婉玉他們就不接受 因為他的負面新聞太多 就是在接觸的過程 他們也沒有給我們任何回應 就是先給了一個消息 所以我就在群組說 我說你們這樣子還滿差勁的 然後很爛 你們很爛很差勁 然後他就在他的直播開了三天罵我 說李婉玉是怎麼玩 什麼語言 共語言 語言 三字經 八字經 怎麼 這什麼爛貨什麼 然後怎麼可能這樣子人 不讓他上節目他就罵我們什麼 他就一直告訴大家 誤導說因為不讓我上節目 我就罵他們 所以就一大堆的所謂的管粉 就到我的網路上去留言 罵我 罵報我 我在選舉期間 所以我就拜託朋友去說 這個事情他是不是可以 在網路上直播就告訴大家說 是誤會 大家都朋友 可能傳話有誤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再去 玩語那邊留言 大家都是好朋友 這樣就好了 他不僅沒有這樣做 他又開了一個直播說 喬什麼喬 什麼喬 什麼什麼 這樣子 所以我就告他 所以妳們這樣就沒有經驗 這問我兩句話就解決的事情 因為搞到那麼複雜句好不好 哪兩句 第一句 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對 舞陽座要學會吞 什麼吞呢 就是妳有很多方法 分散妳的注意力 妳看那個李經良事件 也讓妳困擾 雙語難啊 又雙語 前面劉建國的事情 讓妳困擾幾年 雙語難 結果每個人什麼心動人都知道 那是他的工作 有備而來 妳已經可以開一個海鮮攤了 妳知道嗎 對啊 所以其實心想要告訴妳的人生 所以就是說雙語難生 它會是妳這個 在感情工作上的障礙嘛 但是獅子男生 雖然妳也曾經過很多次受傷或什麼 可是獅子男生卻是適合的 高志同什麼土洞康 全部都獅子啊 還不是都失敗 有多好 對啊 有多好 是有多好 她沒有其他人 她喝湯 我後來盛晚湯 喝湯了啦 對啊 都是你們的朋友啊 壓力好大 關的關 被抓的被抓 拋棄我的… 我是有多好啦 好了… 關… 拋棄妳 妳都講啦 誰敢跟你 沒有啦 所以我就說我現在對感情 我完全不在意 因為我已經受夠傷 我不想要再受傷了 妳缺的就是一個天秤男 是這樣嗎 不是 不是在一起的那種 好朋友嗎 就是真正可以幫助到妳的 就是天秤男了 人生導師的意思嗎 對 妳就說你本人嘛 她見多視野廣 然後可以給妳 不然還是… 妳良心的介意嗎 她為什麼 她心還沒到 她嘴巴已經先出來了 對 這個是她最重大的一個問題 妳就缺她 不要再講 然後妳問一下天秤座 該怎麼處理 啪 這怎麼弄… 一切就圓融了 謝謝 謝謝吳老師 請問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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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根給妳兩分鐘解釋一下 謝謝 大根滿腹委屈 李婉玉令人難易召家 那個主持人做是我 跟他們從0到0 出事之後 我兩朋友錄影的時候 他們就說我先先休息一下 就好 一直都休息 沒辦法看吧 就到後面 然後我也就說不注意到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我也不怪他們 大根 妳這一個嘴巴又闖過 那個製作她剛好在看我們節目 她就心裡想這個李婉玉 那她應該要檢討 一起奮鬥出來的 妳不要… 為什麼要不下去 害怕 給妳兩分鐘解釋一下這個事情 為什麼那麼少 其實這個事情已經過了 我那天春風的生日 然後我們本來就是去慶祝 然後慶祝完結束之後 要去KTV唱歌 然後喝了一點酒 我當下很醉 後來是看了筆錄才知道 他們那個被人家揍啦 揍我的人說我們在巷口 因為他們在路中間 我們按了那個司機 按了他們喇叭 然後他就下車覺得年輕人嘛 不開心也要按喇叭 他們也喝醉 他們看到又是藝人 就過來拍我 然後回頭就是揍了 倒霉的原因是 記者拍到之後 所有事情他都沒有求證 他就直接看了 因為一般以前好像是什麼 拍到就會打來的時候 我有跟拍到什麼 要不要解釋一下 什麼都沒有啪啦啪哩啪啦 一天六百條新聞 二十種版本 他就是讓網友覺得 你就是殺人犯或爛人壞蛋 可是問題來講 我是被揍的人 然後 被害人 我是被害人 然後我要被社會輿論 我要被罵 甚至搞到後面 我自己原本的工作都要掉了 就是 掉工作 人家打你 你有反手 我沒有反手 因為後面警察先生出來解釋 那一整段 所有記者媒體都沒有報 新聞給了二十幾個版本 跟人家衝突的狀態底下 被打 打完之後 還丟掉了他的主持工作 對 然後所以這是心裡面 最難受的地方 我難受的是 因為那個主持工作是我 跟他們從零到有兩年來 就是到收視第一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一出事之後 因為我有傳簡訊給那個製作人 跟他說Sorry 什麼三國志嘛 對 跟他說Sorry 然後但是他可能沒有讀到這個訊息 然後就是經紀人去溝通 後來隔兩天要錄影的時候 就說我先休息一下 閉一下那個風頭 然後很冷處理 就好 就沒有 他就是沒發你 沒發通告 就到後面 然後後面就是覺得說好像 有點委屈 是我們明明是家人 我在那個時候是最需要 家人的休息 對 就是安慰你 沒有安慰你 反而這個時候 這個才叫 他應該那時候你對我的一樣 他就沒有啦 他沒有 我只是人家說 我說你要很處理一下 你這個時候又立刻加入 他後來也有來道歉 然後因為我當下喝醉 更清楚他們長什麼樣 來道歉說 他們才20歲 21歲 超級年輕的 然後拿個禮盒 然後還很久醒了嘛 很陡 不是 不是啦 他就是喝醉酒的 小朋友 大學生 就年輕 然後拿著禮盒到 大學生被打過你也有經驗 就是他們也有 男生都有 喂 你這個節目還要不要再來 怎麼會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會懂他們清醒說的 原來我才是爐主 就他們清醒後你就看看他們 都是誤會啦 都是誤會 你告他也沒意思 他人生就會因為這樣子 我也沒有多嚴重 你被打真的不是你的錯 你長這個樣子 誰不得會 什麼啦 這個長相無關 後來…就沒啦 節目也沒了 然後還被打 然後人家有來跟他道歉 不是他的問題 所以是他製作的單位 那個團隊有問題吧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我也不怪他們單位 他們本來有一律是 他們的回事 你看 你看 你這一個嘴巴又闖禍 你馬上 對 是那個製作單位有問題 那個製作單位剛好在看我們節目 那製作人叫做山仔 沒有 他就心裡想 這個李婉玉 那他應該要檢討 一起奮鬥出來的項目 李婉玉不要… 一起去開炮 這種亞洲巨炮的這種個性 你要圓融一下嘛 對不對 你又不自覺又得罪了 但憲哥 我是有疑問 大根有一個跟感情有關的事情 是 所以在那個現場 有幾個版本都是寫同樣的話 就跟女生有關 對 跟女生有關 就是說講到一個女生的名字 我們基於保護部講出來 還有講到劈腿兩個字 你不是被打之後 其實他有點喝酒了 對 就有站起來誰打我…這樣 可是因為這樣拼湊起來 他很容易寫一個故事 就是說你懷疑就是因為劈腿 或怎麼樣人家來尋仇了 我們所有的人現場都沒有聽到 這位女性藝人的名字 筆錄都沒有 她們收看每一篇都寫 疑似聽到… 然後整段錄影 這麼完整的錄影 狗仔你們都拍了 如果拍你就會登出來有獎 為什麼你說一次聽到 卻影片沒有呢 我那個時候是落水狗 你要怎麼講我 我沒有辦法反駁 比人家更可怕 可怕對不對 好 大根 憲哥跟你講一下話 沒有啊 我被砍過十八刀 我們做了什麼嗎 也沒有啊 在路上就是一個誤殺囉 但是那個媒體裡面寫出來說 憲哥惹到大哥的女人 有沒有 對 惡不惡意 因為媒體就是惡意的嘛 對啊 因為我們是藝能界嘛 事情已經查出來 跟我是無關的 是 但媒體上寫這些東西 你覺得你有什麼能力去反駁他 沒有能力 沒有的 所以我們很簡單到最後 我就變成宅男你知道嗎 你都開跑車載女生而已啊 所以 哪有宅男 你什麼時候宅男 我開跑車有一次載的是我媽 我媽 這台車這麼小台 這比較小 比較小台比較小 比較矮的 不是啦 因為我們藝能界要開開心心的 對啊 然後你一旦惹到這一類的事情 製作單位就選擇說 我先不要冒這個收視率的風險 大家看這個像什麼 三角褲 剛剛是方形跟T形 它是三角 如果這個圈圈是一個人體 這是不是像一條內褲 對 人身上什麼時候只剩一條內褲 穷 維護尊嚴的時候 維護尊嚴 只要看不懂 卡車啦 有的人遮下面嘛 那代表什麼呢 大根其實日 就是太陽 水星 木星是處女座 然後他另外有幾個重要性在摩羯 他是一個非常土象的人 這樣的人有一個特色 會為很無謂的尊嚴跟面子 與人起衝突 這件事在去年 真的只發生一件血光算少了 因為大根上面 因為衝突而出現在的血光 應該不僅是好 是說沒有被報導出來而已是嗎 就是 還好只發生一件 所以除了提醒大根 就2019收斂脾氣之外 因為大根有一場好的朋友運 你的朋友運 是你中生最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好好利用朋友價值 讓你的朋友都很疼惜你 對 可是我覺得朋友運 真的滿感動的 因為像主持這件事 那個節目 所有的主持人都很溫暖 就他們後來大概上個月聚餐 然後趙哥就從頭到尾一直關心 一直到他第一個到 那個吃飯的地方李毅哥的家 然後就說打給大根啊 幹嘛…大根 約飯… 然後一到大家所有人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是心裡面滿有感觸 就覺得說節目不是什麼重點 對 停領走走 交到這些朋友比較重要 我跟妳說大根有個東西要放開 就是像有一個東西叫月交點 月交點落在哪 哪一個是你人生重心 大根你的月交點落在射手 射手掌握… 他意思是說不要與人計較的交朋友 也就是關心你的朋友 你力氣在心 這些你都留著 可是有一些起衝突 或你剛剛有提到說 有些人第一時間 對我那個冷淡或離開 先不要計較 因為你的命盤上終身 你還是會有跟他們合作的機會 跟他們會給你幫助 所以吞下這東西 有些人你自己心裡 設一個差距跟距離嘛 對 可是不要不交也不要反目 這是你人生的自救自到 來 修吉姊 你那個事情 你那個事情最可怕是 你跟藝能界裡面 竟然有些人從此不見面 林秀請回應財務糾紛 胡宗憲願當何事勞 我跟Vicky其實是合夥 我一起開餐廳 她突然有一天 就自己在她的粉絲團 發了一個聲明報 就變成是說我借你給20萬 她別人問過 自己的姊妹濤 秀琴的願望是處女座 看起來這個人大大大 你撒脫子 我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其實有時候 她需要人家在旁邊幫你把手 只有甜品座的男人 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好 我真是希望 我… 我就約了他們夫妻 然後請你們喝咖啡 然後我們偷拍 為什麼 你是不是安排什麼奇怪的條段 妳那個事情最可怕是 妳跟藝能界裡面 竟然有些人從此不見面了 沒有 這件件事情其實跟 跟我這個姐妹真的是無關 我也不知道這個新聞出來 怎麼會突然冒出她的名字 說員工控訴欠薪水 好朋友控訴欠錢 財務糾紛 其實她也不是員工 其實我才是她的員工 因為她是一個直播平台 我跟我老公是她的直播主 譬如說我領錢 我領在 簽在領款單上面 但是她在裡面加了兩個字 就這樣子 可是上面我的確是簽了名 可是我上面寫的是領款單 但是她跟媒體講的是我欠她錢 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她偽造文書 就是這樣子啊 事情就這樣子演變而來 然後事情就跑到Vicky那邊去了 就變成是說 那這個又更…就更烏龍了 我跟Vicky其實是合夥人 我們是一起開餐廳 開餐廳我是大股 她是小股 但是Vicky也對妳等於是頗有為恥 現在會變得過 我也不曉得她突然有一天就突然 就自己在她的粉絲團 就發了一個聲明稿 我覺得很多事情就當 那不是很難過 這些姊妹濤耶 對 我真的很難過 我是覺得很多事情可以私底下說 對 那很多是她說什麼帳目不清 店開了三年多 你也不聞不問 你不能因為我發生了事情 你再就發了一個聲明稿 要跟我撇鏡或跟我幹嘛之類的 妳跟Vicky之間是我比較胡疑的 如果說真可以解釋的 可以講的 因為我們不是一次在節目裡面聊到 對 為什麼她講這個話 而妳沒有任何的聲色 媒體只要訪問我 我都覺得我跟她沒有交惡 我們還是OK的 沒有交惡她是等於在我節目裡面 直接這樣講喔 我不曉得為什麼她要這樣 那妳為什麼不去弄清楚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我其實在螢幕 前面我都是給大家歡樂的人 然後我也是都對朋友是很OK的 妳有解釋清楚啦 我不是沒有解釋清楚 因為我自始至終 我其實跟Vicky我也搞不清楚 我跟她到底什麼時候 會變成那麼僵 因為她一直覺得我上節目 會一直消費她 她一直覺得妳不要再消費我 好 秀琴 我跟妳講 就是這樣 好 我真的希望 吳老師可以給我指點迷津 我早一天我就約了她們 一定要她們夫妻都在 這樣比較好 當然… 她們夫妻都在 然後我約了妳 我們等1 2 3 4 4個人 然後請妳們喝咖啡 喝茶 好 偷拍什麼 你是不是安排什麼奇怪的球段 然後私底下問Vicky的角度 這事情解決不了啦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憲哥一直想要用他的方式 告訴你怎麼做 因為其實秀琴乍看 他是一個很天秤的人 如果你看他這個 他自己就是天秤啊 然後我們就講 大根不是下面是一個三角褲 他是脫了一半的內褲 脫一半 脫了一半的內褲意思它代表是 不乾脆 明明我很想撒脫去面對 但是掛了一半又很像檔子 我們等一下有全脫的 誰 什麼東西 是空的嗎 不能 秀琴的 等一下板面是沒有東西 沒有 其實天秤座它掌管的是溝通 所以天秤座是向來是 一有什麼問題 卡在心裡立刻解釋跟溝通 找各種方法 可是秀琴的月亮是處女座 你要知道她很多東西 回頭心裡想一想 想到很多就會阻止她前進 去做這件事 上身是雙子座 對 兩個加在一起就變成 憲哥可能會有一個 無法理解她的點是 奇怪 妳看起來這個人大辣辣 很灑脫脂 妳這個不敢講 她真的不敢講 她不知道怎麼說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秀琴在這個圈即使很久 她需要人家在旁邊幫一把手 所以像剛剛憲哥約的方法 是一個解救她的方式 對…大家一起 妳有一顆心叫凱隆心 凱隆心是一個人傷痛所在 她坐在金牛 金牛管錢 用錢的方向意思是妳的障礙 她只會衍生後面這些問題 所以後面 2019開始小額投資 分散風險 不要在第一時間覺得什麼能賺 就一腳就先踩出去慢慢來 好 這個要決我啦好不好 天秤座的世界裡面 沒有失敗這兩個字 好 好不好 加油 OK的… 來 羅招有帶來嗎 是你 不要 沒有 像你流傳了 不會啦 那個是妳嗎 我看了以後說這是妳嗎 是 對 全裸的裸照耶 下面沒有啦 下面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一絲上半身的裸照 那個是怎麼… 發生什麼事到底 其實嚴格來說 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沒有真正的去 警察沒有辦法幫我調查 真正的原因 但我自己有大概推測出 應該是因為我 因為我那個照片 沒有傳給別人過 然後我拍完沒多久就刪掉 就是不是有一直留在手機的那種 我後來是有發現 Dropbox一個APP 是可以上傳雲端的 它有一個功能是 你如果沒有把它取消 你現在手機拍的照片 它會 備份在雲端上面 對 在雲端上面 因為我已經 Dropbox 對 我已經有檢查過所有東西 包含我iPhone的iCloud上面 也都沒有 就是只有後來發現 居然照片全部都在那個上面 我的那個帳號是 我的Gmail曾經一直被 不知道是誰盜用了非常多次 一直在侵入我的Gmail 然後我有發現 怎麼一直有人要試圖 在某一個地方 然後一直要盜用我 對 所以我確實是有被盜用過 我連接起來覺得應該是 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 Gmail的那個安全性 已經算是全世界最好了 我覺得被盜用的機率也是非常大的 因為我後來有時候 非常多女生的私訊就說 她們只是素人 我也有遇到這個狀況 而且是不只一個 或者是她們的家人就說 妳要加油喔 因為我的姐姐或是我的妹妹 也有被這樣子過 憲哥 這個要幫她講一句公道話 因為那個好萊塢的 珍妮佛勞倫斯 有… 她也是在她在Drop上面的照片 就是被 但是就是她被破解 她跟妳的狀況不太一樣 是有人惡意的去破解 然後把她的裸造散布出來 對 這個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對 但我覺得比較好奇的是說 因為第一時間她在泰國嘛 她是用比較玩笑的心態 那應該是被人家批圖啦 因為她沒有想到 她會是成為這個事件的主角 後來兩天後大逆轉嘛 她就說 對 那是我本人 所以就本來媒體報一次 她的回應就是批圖嘛 那也就 那也就過了嘛 但是突然她自己說 那個是我本人 然後新聞又再一波 所以妳就很容易被人家指 本來媒體報一次 她的回應就是批圖嘛 那也就過了嘛 但是突然她自己說 那個是我本人 然後新聞又再一波 所以妳就很容易被人家質疑 到泰國下飛機的時候 收到兩個女生的好朋友 傳的訊息 然後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怕 就是我會難過什麼 他們沒有給我看照片 但那個照片拍的時候 是兩年前的事情 我後來也沒有再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真的… 完全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會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 所以當下 但是因為已經發生那件事 所以我第一時間就是馬上跟公司說 我有這個狀況 然後公司就說今天有發生 他們就說今天有發生那個 捷鷹的這個新聞 應該也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也是 那先趕快直寫 所以我就想都沒想 我就直接先PO了 對 我就直接PO了這個東西 因為我就認為是這樣 我之前自己照片 確實我也有被P圖過 我就覺得就一樣的事 但後來就是 我真的有收到照片了 就是開始有網友 可能會傳來調侃我說什麼 怎麼樣 看過囉 對 然後就真的看到照片 真的是我 是我自己 這是兩年前我自己的照片 OK啦 有什麼關係 這個還不就是肉 但至少身材很好啊 身材好啦 可是都羨慕啊 對啦 所以以後要知道 都在藝能界不要玩那麼大 要小心 對啊 會小心一點 只是就是這個新聞發生之後 就還有很多人說 可能 自曹新聞 對 對 很多人說 也會有人說 什麼我這種人啊 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啊 就是可以出賣肉體做什麼事 可是我從來都沒有 做過那樣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裸照 被別人宣傳不是 裸照沒有關係啦 對 就是我不願意的 可是後來太多的網友扯到 太多事實說 覺得就是說 他這種人就是出賣肉體 賺取金錢 然後為了想要什麼做什麼 我們藝能界就是要被人家 查與犯後 對 我們要把自己當作一個商品 對不對 心裡面有難受 我們人前前要必要人後吃苦嘛 可是我覺得很可惡的是 如果是散發女生的這樣的照片 妳是我們藝能界的嗎 很可惡 很可惡 妳現在是了是不是 現在是 可是我跟你講 前一陣子有人在網路上面賣春藥 就是用什麼Facebook IG 都會自動跳出來那種廣告 然後什麼…費洛蒙 然後他把我的照片 跟很多的A片有動作的 而且全裸的合在一起 然後四處傳 然後也有人就是有一些年紀的吧 就是還居然就是說 婉芋妳是不是又交了壞朋友 妳要不要阻止一下 所以我知道那種感受 就是真的很糟糕 對啦… 沒關係嘛 我們在這個混沌的一個世界裡面 如何做到 修為是在內在的 我們的外表那沒有什麼 就是一個臭皮囊而已 對不對 總有一天將來也會垂的嘛 對不對 這是什麼啦 這是什麼結論 什麼啦 什麼結論 看起來維持…很好就不會啊 永垂不朽 人生總要面臨到一些挑戰的 沒關係…可以的 你可以的 好不好 我們勇敢的走出自己的路 對得起自己 有時候比對得起別人來得重要 當然 你們善待自己好一點好不好 加油 我們一起努力加油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 大家晚上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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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